好 大家下午好 我们今天上午给大家聊了聊 一氧化氮方面的知识 其实和一氧化氮相关的有一个故事 特别有意思 我们下午跟大家聊聊就是诺贝尔 提起诺贝尔的话 大多数人都知道诺贝尔奖 对吧 诺贝尔奖的由来是他把他自己的 一些资金放到了一个基金会 那么这个基金会用诺贝尔的名义设立 然后把这些钱用于投资 然后用这个钱来奖励一些重大的 这个发明 这个是诺贝尔的一个奖金的 一个基本的设立方向 诺贝尔这个人非常的全才 他是瑞典的化学家 工程师发明家 军事装备的制造商 更主要的是炸药的发明者 那么他有一个钢铁厂 还有一个军工厂生产的 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发明 但是呢 即使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牛 和高智商的人物 最终死于自己的错误认知 为什么我们要讲起来错误认知 这句话 就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在公司 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我跟很多员工去聊 就是大家在减肥的这个过程当中 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 不敢碰油 尤其是不敢碰肥肉 总是觉得减肥是一件特别特别苦的 事 比如说要吃蔬菜 要喝粥吃最简单最简单的饮食 然后呢饿得自己两眼发蓝 慌慌悠悠的 但是呢 我们在生活当中啊 一定要记住这样一句话 少吃多动 能不能减肥 肯定可以减肥 但是只在理论上 少吃之后 你一定没有力气多动 少吃之后 其实多动是一个人的靠强意志的反应 我们任何人都做不到 大家在少吃之后 你的身体会帮忙 他不会帮忙让你多动 他会产生一个什么反应呢 让你的基础代谢降低 他会第一性的反应 你遇到了灾难 当你遇到了灾难之后 我就要帮你省着身上的能量 那么怎么办呢 他会让你的整体的肌肉的合成啊 等等的所有的基础代谢变慢一点 所以你会发现 当我们一个女生有些时候说大家是吃水煮菜 在饿着自己减肥的时候会脱发 会产生很多的内分泌紊乱的这个作用 很正常呀 那头发的生长是需要我们的一种能量的一种消耗呀 这个东西当你遇到了生命的困惑的时候 你就可以不要 他就把它放弃掉了 那么你的其他的地方的生长都会出现了一个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正懂知识的时候 就会发现合理的利用脂肪 合理的利用蛋白质 合理的利用我们的碳水 三个交替性使用是让我们身体恢复健康 非常快的一个方式 就是不是说 不能吃肉 要合理的去利用它 为什么这件事情和诺贝尔相关呢 诺贝尔在1864年 他发明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就是硝酸甘油 就是硝酸甘油当时是什么呢 特别容易挥发 他不稳定 那么他就把但是他的爆炸性极强 他把这个硝酸甘油和这个叫做硅藻土 吸附之后 稳定性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在当时的话 是他制造成了叫做安全性炸药 就是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炸药 就是他对于 比如说通过电流啊 当中我们在很多时候看见这个炸药 你只要不给他通电 放在这里面 放多少年 他不是会被阳光照射呀 或者说被不小心的一种外界的刺激去引爆 那么现在是这个是诺贝尔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贡献 但是呢 这个发明和一氧化弹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去想一下 一个炸弹他爆炸的时候 波及面会非常非常广 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电视片当中 能够看到一个炸弹爆炸 周围的房子塌了玻璃碎了 房间里的人都要飞出去 这个场景我们都看到 但是这个人会飞出去 但是他身上呢 不会有这个弹片的伤痕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 让他飞出去的其实是爆炸所产生的一个巨大的气浪 不是说爆炸物爆炸之后 他有一个四处横飞的这个弹片 弹片打到身上的话 你一定会有伤口的嘛 但是很多时候的人都会飞出去 这就是爆炸 产生的那个气浪 这个气浪就和一氧化弹有着密切的关联 所以大家能理解了吧 为什么很多心脏病患者身边一定要常备着硝酸甘油 就是因为他在你的舌下 在你的体内能够产生一定的像小爆炸一样的反应 产生一股气体让你的血液流通开 对于缓解心脚痛 你突然间等等的一些症状 其实就在这样的一个原理之上 这就是硝酸甘油的一个作用 但是诺贝尔到了晚年 他自己有了很严重的心脏病 他的医生建议他服用硝酸甘油 那么但是诺贝尔不吃 他拒绝了 因为他在研制这个炸弹的过程当中 他吸入了过量的这个硝酸甘油蒸汽 那么让他剧烈的这个血管疼 所以说在1896年的时候 然后这个诺贝尔的话 心脏病发作死亡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认知的误区 放下固有的成见 打破思维的认知 才是成长的一个前提条件 我可以告诉你们 中国人的很多人的肥胖 和欧洲人的肥胖 是不太一样的 你们看到很多 我们在欧洲电影当中 尤其是在美国看到这个电影当中 很多就是这种 特别特别胖的女人 那么他们有一些人是脂肪摄入量过高 带来的肥胖 那么中国女人很多是碳水 这个精米白面 摄入量过高 带来的肥胖 所以说 他最终的表现形式 虽然都是油 但是这是两种不一样的结构 所带来的 虽然大家都知道 可能这个油的热量 比大米高 但是他其中有很多反应机制 是你们所不懂的 同样是这个道理 当我们真的去服用硝酸干油的时候 当我们真的去服用尾哥的时候 就是这两种类似的这种药物吧 你都会发现服用剂量过大了之后 会头晕 为什么呢 血液流通的速度过快 会让你这边产生一种胀痛 那么硝酸干油呢 可以缓解心脚痛 这当时是发现了这个特征 但是呢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作用机理 一直没有搞清楚 就像我们现在 像以前 我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 我们说 绿色能够养肝 这个机理是什么 现在我对它的理解 就会很清澈 因为绿色的食物 蔬菜嘛 里边没有脂肪 没有碳水 没有蛋白质 就是你不需要肝脏参与代谢 你吃了 你就是喝点绿茶 你吃点青菜 肝脏完全不参与 那么 它对于你的整体上的这个身体 就不会有影响 像我们说的 像以前中国古代人 会说黄色能够养脾胃 我们想黄色是什么样色 是脂肪的颜色 我们说的小米 我们说的包括这个黄豆 它是黄色的 但是它里边有脂肪 有碳水 有是什么呢 有蛋白质 这就是符合我们人类的一个 综合的营养摄入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养脾胃 它养血 是因为它里边的营养物质 符合我们的基本的健康需求 但是你们总不能说是黄色 羊脾胃 你就说柠檬羊脾胃吧 你们也不能说香蕉去养脾胃 所以当我们说红枣 是一个养血的东西 你就认为它是红色的 那冬枣的时候 它是青色的呀 它不是红色的呀 是它在这边产生的一些 我们所说的氧化反应 它里边的胡萝卜素 被你晒干的过程当中 它才变红的呀 所以你不能说因为红枣是养血的 你就认为所有的红色 都是去养血的吗 是不是这样的话 逻辑上也不对 只不过红枣能够养血 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这个道理 这是一个中国古代人 获取维生素的一个来源 因为以前苹果 香蕉 梨 包括蔬菜 没有办法过冬 就是你在地里面不摘不吃 它就会烂掉 但是红枣呢 你如果家里面有200棵红枣树 收了几百斤红枣 它在树上挂肝 它能够呢 放在这里边 你只要保持它的干燥 能够放一年两年的时间 所以它会成了一个冬季的 维生素的来源 或者说 如果用带餐的概念 我们应该把红枣 理解成为冬季的一个带蔬菜的概念 它是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 它的养血作用 而不是它的红色相关 所以一个事物的认知 需要一些聪明人 站在历史当中去思考 站在古人的环境里面去思考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而莫拉德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硝酸甘油能够缓解心脏病 心脚痛 很多年就发现了 直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 也就是说到现在40年前 莫拉德刚才我们还说了一个 就是一个纳罗 这三位药理学家 他们的这个分工合作发现 硝酸甘油还有它叫什么呢 叫做有机硝酸质通过释放 一氧化氮的气体 疏张了平滑肌 达到了扩张血管的作用 这是硝酸甘油被明确的一个激励 所以说硝酸甘油成了一个 从药从炸药到药物的一个 本质的飞跃 但是核心的原则没变 大量的气体能把你冲飞 但是微量的气体 能把你的血管扩张 就是蹦这一下 如果说你真的吃了 像那个诺贝尔一样 它大量的这个气体 你的血脏扩张过度 也不行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对于食物对于药物 都要理解什么叫做适度 硝酸甘油好不好 作为炸药 你要是这样的去吃 你的血管一定受不了 这叫不好 但是合适的一个剂量就叫好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 看到肥肉 看到脂肪 看到等等的这些东西的时候 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我为什么说很多大家认为好的东西 才是害了你们 就是你认为这个东西好 你会过量 当你产生了一个巨量摄入的时候 在你的体内就产生了一些 非常不好的一个隐患 我们讲过一氧化氮的最早作用就是发现了 调整血管的张力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能够减少就是肾上腺素刺激反应 他能够减少这个动脉对他的这个刺激的反应 那么引起我们的血管扩张 还可以调节我们的这个收缩生长因子的表达等等 调节血管扩张 大家一定要知道 人体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反应机制 刚才我们的一个会员就在咨询了我一个问题 就是他出现了低血糖的反应 但是他去测了一下血糖 血糖达到了七点多 这到底是低 到底是高 其实这种问题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困惑 就是低血糖是你头晕恶心呕吐 带来的一个身体症状 但是当你的血糖低到了一定的程度 你的身体会给你救命的 就是你不救他 他自己就要去救 你救他是什么方法呢 当你出现了低血糖反应的时候 这个时候吃肉没有用 吃油没有用 需要马上一块糖进到嘴里边 快速的让血糖提升 血糖提升之后 会带来什么样的反应 你自身的其他的激素 不会参与进来 那么他就是产生了低血糖之后 自己没有迅速的用糖来补 就脑海上写的糖是害人的 我是糖尿病患者 我不能吃糖 我或者说我怎么样 我不能碰这个糖 那么好 产生了极端的低血糖反应 然后身体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种肾上腺素 等等其他的激素 产生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异常性反应 叫做反应性高血糖 就是身体的其他脏器发现 你可能要死亡了 他们过来救命 产生了这种高血糖 这种剧烈的血糖波动 其实对身体的影响 比单一性的血糖还大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很多的咨询方案 一定要严格执行 我让你吃肉 你就吃肉 让你吃糖 你就吃糖 为什么这么吃 你肯定搞不明白 但是你跟着我们在一起 待个半年三个月的 你慢慢的就能教别人了 这需要用时间去泡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 人体的这种特殊的反应机制 就像刚才我们先讲的 人缺氧一定不行 它能够让我们的内皮细胞的 这种收缩 那么导致我们的损伤因子 包括细胞的分裂剂等等的 它开始表达 开始分泌 那么这种分裂剂 它一方面还可以在 出现动脉硬化的时候 它会一个自我保护 它会抑制我们外原性 一氧化氮的生成 这就是非常致命的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在我们的整个的 生活习惯当中 一方面控制动脉中央硬化的出现 还有个是什么呢 补充一氧化氮的制剂 这也就是我们早上会说的 会动 会吃 会补 所以三个关系 旗下是维护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氧化氮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是什么呢 它对我们的心肌的这个收缩能力 有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抑制作用 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我们给这个囤属的腹腔注射毒素 然后呢 4个小时把心脏拿出来 这就是一个动物学实验嘛 然后测定单个细胞的这个收缩率 发现这个心肌细胞的这个收缩率下降 那么但是这种下降能够被一氧化氮的抑制酶 还有金氨酸甲质共同的抑制 所以 这里就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当然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 我尽量简单 简单一点 大家只要记住 一氧化氮 能够抑制心肌的收缩 心肌收缩是我们心脚通和很多疾病的一个 异常性的游览 一氧化氮可以抑制 一氧化氮呢 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功能是什么呢 有效的血小板聚集的抑制剂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年纪大了之后 非常容易产生血小板的过度聚集 血小板的过度聚集之后 会让你的血管里边的血液 产生我们所说的这些斑块性的反应 就是内皮的损伤 因为我们人都是一样 表皮损伤之后 它会促进血小板的年负和聚集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快速愈合 你这里找易切破了 或者说我们说人的 这个有个伤口 愈合的好的 我们会说这家伙血小板的不错 如果愈合的不好的话呢 这家伙血小板不好 这个是我们所最常见的 对吧 但是在体内可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的皮肤是两 我们的血管是两层啊 你这样拉伤的是从外向你拉伤 如果说你的血管的内皮损伤呢 你的血管子从外向里边嗅 还是从里边向外边嗅 血管的内皮损伤 一旦出现了伤口 同样会出现血小板的年负和聚集 它同样要把这个伤口 不是说你表面我需要修好 内皮里面我也要修好呀 但是这种损伤和聚集 一旦产生了血小板的聚集之后 会产生是什么呢 我们在表面会形成一个疤痕 那么这个疤痕 如果是在你的血管内部 这就是一个纸质干块的一个优化因素 所以也是我们需要消除它 需要它愈合的稍微慢一点点 不要出现反应过度 这也是一氧化氮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表皮细胞的内皮细胞的一个 我们说的抗血栓作用 很大程度上是一氧化氮 还有一个什么呢 前列环速的一个协同作用 所以这也是它的一个非常好的反应 还有一个呢 一氧化氮呢 能够调节失中立细胞 还有内皮细胞 失中立细胞这个东西呢 说起来挺有意思 前几天我刚看了一篇文献 大家终于把按摩的激励搞清楚了 以前其实按摩对于运动员的损伤的有效性 对于我们很多慢性疾病 对于免疫力的提升都有作用 但是呢 大家一直没有想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其实在我看来很简单 按摩就是一种被动的运动 通过别人的手让你的肌肉运动 是不是挺舒服 你在这里躺着 但是呢 你有一些酸的地方帮你揉的时候 你也会啊啊的叫 按摩呢 就是一个被动的运动 大家这么去理解就可以了 被动的因为主动运动 它为什么能够提高免疫功能 也和我们的这个失中立细胞有关 那么按摩针灸推拿 甚至膏药等等的这个方法 被动的这种肌肉运动嘛 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原理跟表达 所以说体内的这个一氧化氮呢 它能够对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反应 能够促进我们这个 嗯 失中立细胞的迁移呀等等 让我们血管B的渗透性增强 让血管蛋白的这个什么呢 渗透增强等等的 所以它对于它的抗粘副作用啊 和这个自由基的作用都是密切相关 所以 大家有机会去看看这样的一些书籍 呃这些书籍的话呢 当你了解它之后 有因为我们对于中国人的话呢 对于知识的理解 尤其很多人对于这些 呃科学性的医学的知识就很枯燥 大家更觉得告诉我啊 你告诉我这个好 我就要去吃 其实我们为什么能够希望传递给大家一些科学的知识呢 希望你们能够理解人的生活状态当中 所有的东西都是辅助的 你自己的自愈能力才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 因为像失中立细胞的粘副 你如果理解了它 你一个你容易看到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 这个检验的表格 如果大家懂一些医学知识的时候呢 做体检的时候 其实是要自己去定项目 什么叫定项目呢 比如说 当你自己我给他举个例子啊 当我自己常年在室内生活的时候 我就建议我们员工去查了一氧化氮 我们的男的不是我们的那个维生素B 我们的男的呢 去查了维生素D之后呢 他只有8 标准是多少呢 标准是40几 他的只有8 大家就是单位是不是挺吓人的 如果说你自己完全没有这些知识 完全不在我们的指导之下 谁能想到会去查维生素D啊 大家总是会觉得 按照常规人的标准去做一个深化 大概看一看 因为你如果不查这件事情的话 你根本不能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像楠楠这样一个体质 他如果说 知道了自己维生素D的缺乏 我就可以定项补充一下 每天补充点的话 过个一个多月再去查 维生素D就能回到20以上 就能够呃 因为维生素D的标准应该是在 到到20几上 然后慢慢慢慢的恢复到四五十 这样一个正常的标准 就挺好的状态 所以早期的发现 我们很多事情都能够通过你的生活 习惯的做一个判断 像一氧化氮呢 在美国是呃 90年以来进入了这种 临床的应用 大家会发现美国人的生活习惯 特别不好 汉堡 可乐 快餐 这个在美国很多 包括那个甜甜圈 包括咖啡 包括就是咖啡里什么甜点 吃的非常非常多 嗯 但是呢 心脑血管疾病的话呢 每年在美国是什么状态呢 比后边的七种病的人都多 比如说第一个是心脑血管 第二可能是癌症 第三个可能是什么什么痛风 我们假说啊 就是后边的七八种病 加到一起 没有心脑血管疾病多 其实在中国 每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 是2.7亿人 所以大家听到一个什么 好像听到一个新冠 听到个疫情就怕的不得了 但是呢 你们去看一看 我们新冠才死了多少人 但是我们的心脑血管 每年是2.7亿人 是患者超过2.7亿人 每年的死亡总数多少 260万人 我们中国算14亿人口吧 14亿人口当中百分之多少 5%左右 就有心脑血管疾病 你14亿人口当中 你要去掉孩子呀 对吧 去掉年轻人嘛 所以成年人当中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比例 非常非常高 每年200多万人死亡 那么我们总死亡量的41% 其实是心脑血管疾病 但是心脑血管疾病呢 就在于我们日常当中的生活习惯的 会不会动 会不会吃 会不会补 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数字 每一个小时我们全中国死亡300人 心脑血管疾病 这个在2010年的时候呢 国际卫生组的一些专家呢 也开始对亚洲人出现了一个最根本性的研究 就是亚洲人特别容易出现的叫做腐形肥胖 就是大肚子 这个在欧洲这种人还没有亚洲人的总比例高 所以在亚洲人因为我们所说的胰岛素抵抗 导致的腐形肥胖非常非常多 而且心脑血管疾病呢 大家很多人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装不知道啊就是我也不去测血压 我也不去测血糖 我也不去测血脂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心脑血管一旦出现的话 发病率高 死亡率高 致残率高 复发率高 病发症多 这叫标准意义上的思多意少 这就是一个问题 像一些包括高血压冠心病 心梗 包括心脚痛等等 脑血管什么脑血栓 脑瘾血等等 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由我们基础性的 动脉硬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引起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推出的这样的一些健康方案 大家就会发现等你30多岁的时候 你就非常容易出现丹药三质的上升 还有低密度的升高 就是你的血脂开始有一点点的异常 那么这种异常之后 你如果说能够早遭到一些改变一些生活习惯 补充一些蛋白质 那么对于饮食呢做一些调理 那么补充一些一氧化蛋 那么慢慢的话呢 你这一生都不太会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对于我们的中老年 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年纪都比较大了 像他们已经有了动脉硬化高血压高血脂 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更需要能够及时补充一氧化蛋的这样的一些补剂 那么让他们的整个的生活呢就不要出现什么冠心病心梗啊脑血栓呢 就不要再往深处去发展 相信人体的自愈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你只要这个脏气没有被完全的用坏 没有被完全的用烂 那么他的恢复能力都具备 其实我们说对于中国人来讲 大家处于一条起跑线上 因为糖是在90年开始才放开供应的 以前是有糖有副食本的 有点年纪的应该见过那个东西吧 副食本就是你能买多少糖 你能买多少盐 就是你能买多少这些油盐酱醋 它是有一个标准的 所以90年之前中国人的这个水平并不高 所以现在即使这个老人70岁了 即使80岁了 其实他的身体在以前的时间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状态 是这几年开始慢慢出现的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在心脑血管这个疾病方面 年轻人有什么优势 年轻人只是说他还没有出现 但是呢就这个我们所说的不良生活习惯的培养 那么年轻人跟老年人都一样 因为只要你是从90年开始生活 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一氧化蛋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发现有着良好的血管清洁能力 预防中风保持血压 还能够呢就是促进我们全身的血液 包括预防僵化 恢复血的粘稠度等等 包括加强心脏的功能 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那么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表现之后 可能很多我们的伙伴 就是跟着我们时间比较长的 就会理解我们的像纯本原氧 这样的一些产品 为什么会被泰国列为了皇室的一些产品 为什么在国外的话呢 现在受关注程度呢 越来越高 其实就是一个 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基底是明确的 那么一氧化蛋 我们自身来讲的话 能够像比如说你已经出现了心脏 硬化症非常严重 它的一氧化蛋产生能力下降 那么它由硝酸甘油去制作这个供应 这是非常严重的患者 那么肺通过吸入一氧化蛋 可以治疗严重的肺重症 这个都是有很明确的 那么癌症白细胞 然后利用一氧化蛋 不仅可以杀死这种病原体之类的 还能够对肿瘤有对抗作用 而且一氧化蛋 有抑制肿瘤凋亡的作用 所以大家以前总在问我们纯本原氧 这个人能不能吃这个人能不能吃 其实它对于我们的所有的疾病的患者 都是有非常重要作用的 像对于男性的一些功能性障碍 就是年纪大了所导致的一些功能性障碍 纯本原氧 就是它也有着一些非常非常明确的作用 所以像我们以前也曾经就是一些出现过一些故事 就是很多女生之间聊天 他也说有些时候他自己喝了点酒 就天天拉着他老公 就说你去喝纯本 你去喝纯本 当然这也是个故事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发现的很多的激励 发现的很多的效果 其实在临床的激励当中都是可以明确的找到 也就是我们对于科学知识的认知是领先大家一点 但是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是把我们认知的科学知识运用到大家的身上 当你自己参与了 当你自己学会了 你才会把这些知识然后拿出去告诉别人 就像现在我们讲的 你如果不去做 你根本无法理解不吃大米白面 你不会饿 你越吃大米白面越饿 因为我们的共同认知是什么呢 吃的馒头吃大米饭 我才不饿 但是其实你们不理解 是因为你吃了这些东西之后 你会变得更饿 其实这个是你原理懂了之后 你会很坚决的去执行 但是作为普通人来讲 你们很少有人能懂这个原理 那么怎么办呢 试一下吧 你就有一天不吃大米饭 不吃馒头 你只吃吃肉 只是吃菜 这就是一个比较奢侈的生活 所以我们说 其实中国人对于碳水的依赖 和美国人 因为美国是个 它的是一个农业里边 你发现在美国什么最便宜 牛奶最便宜 它是个畜牧业非常的发达 所以牛肉牛奶很便宜 所以它要向全世界出口牛肉 包括跟台湾搞各种各种各种的事情 然后要为了把美牛卖进去 那么当他们这样的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当中 就是大量的肉和菜 大量的肉和奶养成的身材 和中国人以前我们过苦日子吃不起肉 吃不起菜 就大量吃碳水 大量的结果都是肥胖 但是是两种形态的肥胖 所以两种原因 两种结果 所以说当很多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非常先进 非常文明的时代之后 给大家所提供的很多的理念性东西都是具有前瞻性的 我们是根据中国人当代的身体情况 给大家提供的理念和提供的产品 有些地方会超越了中医西医的认知 有些地方也超越了医学的理解 因为我们所采取的更多的是更前沿的 对身体没有伤害的东西 以前大家都说中国人缺钙 那是通过营养物质缺乏所带来的一个结论 但是到现在我们从小喝奶 从小吃肉不太会缺钙 就像我说的现在的中国人缺什么 缺太阳晒 所以每一代人的不同 要找到针对我们这代人的最好的营养方法 这就是我们说的 会动会吃会补而不是乱补 好 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就到这里 明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 营养化蛋的知识 我讨论